詩人冷知識 中國最古老的詩 就是出現在西州時期 距離現在差不多三千年歷史 最初這些詩並沒有文字紀錄 只是靠一代一代口耳相傳 後來有人把這些詩歌整理成為詩經 好像大名鼎鼎的孔夫子也有份參與 那詩經裡面有什麼耳熟能長的作品呢? 其實有很多的 好像廟條淑女君子好求 執子之手與子佳佬 一日不見,如三秋鞋等等的名句 都是來自詩經的 現時詩經大約有三百首左右 所以又稱之為詩三百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 不妨去朗讀詩經 可能你會發現更多的成語名句 都是原出詩經的 我會發現更多的成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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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解針 一陣子的蒯ジ 所以我們在此 一陣子的地獄